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必须看看哪个会先发生 英格兰队长表示 在他童年时期 他总是会为英格兰的势力而哭泣 但在今夏世界杯班决赛输给克罗比亚后 他却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在我年轻的时候 英格兰输掉比赛 我常常会哭泣 坦诚的说 那时候我自己输掉比赛也会哭 他说 绿克罗比亚的比赛很胶着 很显然当我们走出球场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很复杂 当然我也很伤心 但我并不想流泪 在和队友在一起时 我想保持坚强 成为球队的领袖 在周日的比赛中 凯恩也想打破七场的国家队进球荒 他说 比赛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取得进球 我最渴望的是通过进球 帮助球队获得胜利 尽管这段时间他未能取得进球 但凯恩指出他在英格兰最好的表现之一 是上个月分比爱奇败西班牙的比赛 他没有进球 但他在进球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他也得到了西班牙媒体的胜赞 这是我穿着英格兰队服 最喜欢的表演之一 他说 这场胜利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爸爸当时正在西班牙的火车上准备回家 他买了一份当地的报纸 他可以在上面看到我的照片 但很明显他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人生的感觉 我 så像 his 这场赞 他不停的 你不停的 我个人 这一个看见 你不停的 我哪有 你不停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